最继续这款拼花的三角大皮筋 这是成人款,高式有60厘米 长度有135厘米 21个正方形的花片和7个三角形的花边 如果是冬天,建议使用柔软一点的羊毛线 2.5的勾针 夏天可以用丝瓜棉或者蛋糕线 比较柔软的棉线 这种正方形的需要21块 三角形的需要7块 先来勾正方形 先打一个结 勾出这针 2.3.4.5.6.7.8 8个辫子针 然后返回第一针 调起上半部分 勾出 勾一个引拔针 接着勾三个辫子针 接着勾三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尽量勾紧一些 接着绕线 在这个大圈里面 勾出 拉的这个线的力度 大概就是半厘米的样子 一次勾出 两个线头 绕线 现在有三个线头 一次勾出 接着勾三个辫子针 还是在这个圈里面 这条线 给它放在勾针的上面 一次勾掉两个线头 一共是三针 长针的未完成针 现在有四个线头 一次勾出 勾一个辫子针 三针 长针 未完成针 勾出 这里是隔了一个辫子针 那这里就是三个辫子针 再勾一组长针的未完成针 一个辫子针 三个辫子针 一个辫子针 这个勾好后 一共是八个长针 未完成针 这样的是一组 一共有四组 接着勾一个辫子针 在开头的这三个辫子针 上方 第一个长针 对着的这个辫子 入针 勾一个引拔临接 然后背面的这个线 可以紧掉 接着在这个镂空 入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这个位置 开始勾每一群的花样 开始的这三个辫子针 一定把线拉紧 勾紧一些 每次开始的这个花样 这三针的辫子针 就看不出来 然后绕线 再勾两针 长针的未完成针 三个辫子针 三针 长针 未完成针 两个辫子针 在上一次 一个辫子针的位置 勾三个长针 两个辫子针 在三个辫子针的位置 勾三个长针 未完成针 这个一直都是重复的加针 再勾三个辫子针 三个辫子针 两个辫子针 一辫子针的位置 再勾三个长针 两辫子针 这里还是重复直针的 现在是第二圈 接着两个辫子针 在开始的 还是第一个长针 上方入针 临接 后面每一圈的 这个位置 就是有三辫子 这个位置都是重复的 还是 入到这个针里 临接 开始勾第三圈 两个辫子针 两个辫子针 在上一次 两辫子针的位置 勾两个长针 对应上一次 对应上一次三长针位置 勾三个长针 第一针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再勾两个长针 一次是加了四个长针 等于七个长针 两辫子针 两辫子针 进隔的都是两辫子针 在这里 再重复勾这个花 两辫子针 这里再勾两长针 这里对应 勾三长针 两长针 两辫子 后面的都是重复 第三圈 最后还是两辫子 在这里连接 完成后 还是两辫子 这里再加两针 两长针 这里有 七个长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应勾七长针 完成后 还是在这里 再加两针长针 两个辫子针 这里又重复上一行的勾制方法 两辫子针 这里又勾两长针 这里七长针 两长针 就这样重复 第五哈 其他的四个角是一样的 唯一的变化 还是这里加两针 这里加两针 中间对应 勾制其长针 最后一圈 还是刷入这里 够一个一把针 两辫子 这里加两针长针 中间十五针长针 对应勾完 这里再加两针 记着两个辫子针 这里还是重复 之前的勾制 这一圈 都是这样重复 勾制出来 最后的长针 完成后 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这个线 留着没想断 就可以了 从前面穿入 第一个厂针 上方的两个辫子 穿起来以后 从上面 穿入刚才 有一条线的这个位置 这里 穿下去 这样就形成了 第二个辫子 连接好以后 把线头再背面藏一下 一个正方形的花片 就完成了 有基础的 可以并勾并领 我是直接勾好 再连接 那样比较容易勾一些 接着来看 三角形 同样是勾八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穿入第一针 临接 接着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个辫子针目 一二三四 用记号扣卡在第四个辫子针上 接着这里勾五个辫子针 三四 记号扣卡在第四个辫子针上 接着绕线 在这个圈里面 勾三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一次勾出 勾一个辫子针 再勾三针长针未完成针 勾三个辫子针 在这边再勾一组 像这两个的 完成后勾一个辫子针 绕线两次 在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入针 穿入两个线头 穿一个线头会有一个洞 这针长长针勾紧一点 不要勾太松 要不然两边的尺寸 就会有小点差距 接着把织物转过来 勾五个辫子针 同样卡在第四个辫子针上 如果记得的话 就不用再卡交扣 还是在这个位置绕线 勾三针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两个辫子针 在上一次 这两针的中间 分别勾三长针 两个辫子针 这里重复之前的三长针的未完成针 三辫子针 三长针未完成针 两个辫子针 这里三长针 再勾两辫子针 在这个位置 三针长针 未完成针 接着勾一个辫子针 绕线两次 在记号扣的位置 创入两条线头 勾一个长长针 接着把织物装过来 勾五个辫子针 还是在这里 勾一个未完成针 这两头一直都是重复的 还有这里都是两个辫子针 不改变 接着要在这里勾 两个长针 中间勾三针 对应着上一行的长针来勾 三针长针 然后这里再勾两针 现在说七个长针 接着两辫子针 然后这里重复 这边也是重复 这里勾好后两辫子 这里两长针 然后再对应这里 把这里的长针 勾完 这里两长针 两辫子 再勾这边 都是这样重复 现在是第六圈 也是最后一圈 两头都是重复的 勾完这里 两个辫子针 还是这里勾 两长针 中间有15个长针 对应着勾 这里的长针 勾好后 总共有19个 同样勾两个辫子针 这里还是重复 这个是勾七个 针方形的勾 二十一个 下一集我们来学 拼接和花边的方法 就要是两个辫子针 这三个辫子针 是否则 就要是一分子针 就要是三个辫子针 就要是三个辫子针 就要是一封 就要是一封